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是学弟公认的校草 话题也是引发大家对肖战盛世美颜的又一轮讨论 其因是有自媒体采访肖战母校重庆工商大学的同学 问他们觉得心中的校草是谁 每一个人都回答肖战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采访都是男同学 看来肖战的帅是得到男女同学的一致认可的 美是主观的肖战的美是客观的 内娱 眼颠 行走的五围风景区 是首帅 女娲 碧舍等名头 也是再次被大家提及 公认的大帅哥就是在身影在低调 高调的美貌也是让人时时想起 无法忽视 工商大学终身荣誉校草飞肖战莫属 毕业十年了 肖战还是母校人尽皆知的风云人物 工商的传奇人物 十四年的时候 肖战还在工商读书 那时候就进全国校草榜了 在校就读期间 肖战的一举一动就能引起学生的巨大关注了 有人爆料说当时肖战在哪个食堂吃饭 就有好多人踩着下课临往那个食堂冲 起盛大场景看待了很多人 肖战毕业了就有人感慨工商又少了一个大帅哥 很是遗憾 肖战毕业之后回学校也是要被大家赶着围观的事 很多人表示被肖战迷得不行不行的 只要有肖战的活动 很多人就会慕名而来 有关肖战的很多消息大家也是口口相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肖战素人时期就是闪闪发光的明星级人物 从小到大 高颜值就是肖战的标签 肖战谦虚低调的品性和高调张扬的外貌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反差让肖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张大众脸 走到今天估计他应该已经接受了自己帅的事实 有网友说考研则校的时候 众工商大学在背旋里 但是发现分数有点虚高 后来想想是不是有哪个明星是众工商的 原来是肖战 这种还蛮招生简章的 肖战母校因他而更添一份吸引力 肖战帅气的脸在一众重庆工商大学优秀校友当中分外的突出 肖战就是重庆工商大学一张最亮丽的名片 毕业时年依旧是工商美丽传说 相信还有更多的有关肖战的传说正在书写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